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停时应该看一下 总可以活络大家的这个惊喜 对对对 你现在也没有办法 现在我觉得时代的主旋律 你看这个影视剧 你就看出来喜剧 对吧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一个真理 就是说 这个工人农民广大人民群众 辛苦了一天 晚上回到家看看电视 就希望看点轻松的 不希望听这个不高兴的这个事情 对吧 这个你服不服 谁都不能不服 对 这个电视就是来轻松的 这个 而且已经 我不知道要我都很少拿电视机 就是很认真地坐在那边看 他很多时候都是你边做事啊 像是这个广播剧一样的 越不要经过我的脑 就越好 可是 我又有一个问题 这就好比是说 这个 今天的人不爱在电视上 看不开心的事 但是呢 我有时候想 比如说老父母 你觉得你多长时间跟他打一次电话 你老觉得你应该给他打电话了 对 但是一样啊 这种情况一样啊 就是我本来今天晚上要给他打电话 可是我今天辛苦了一天 我好累啊 我宁愿看看电视 看一些个轻松的 我不想打 因为一打你就知道父母亲病卧在床 那都不是什么 打了之后往往都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消息 对吧 所以就逃避 有的时候 会不会有些子女就拖了 就本来今天晚上要打 今天晚上还先轻松一下吧 明天再说 拖拖拖 你觉得会不会有这个情况 女儿不一定有 儿子可能会有 那有时候非常现实吗 看你父亲有没有钱 你不打 那改遗族就比较麻烦 有啊 我有些朋友是这样 因为有些朋友家里有钱 都是富二代 他们就经常担心 有几个事情担心 第一个担心老八有小三 他不是为了他妈妈 为了自己 因为你有小三 然后再生个小孩 那什么意思 大概就是把你财产分掉一半 所以他就花了好大的力气 阻止他老八有小三 然后呢 另外担心的第二个事情 怕他惹他父亲不高兴 改遗族 所以呢 这个情况下 通常都要打电话 除了问候 父亲也要监控 他没有小三 你在家吗 在 好好睡觉 不要乱打我这样子 父母很辛苦 但是我跟我妈讲话 反而是个 怎么讲 反而是我很累一天之后的出口 就是说 你在公司里难免没有办法 说自己话 真真心话 然后我们又做新闻 就像你说 其实我们的工作才真的很辛苦 因为你都是看什么 恐怖分子袭击 一下就几百人的生命就不见 所以我反而觉得在工作上面 我会比较沉重一些 但是下班之后 有个人可以让你讲心理话 我想只有我妈了吧 可能跟男朋友都不见得能讲心理话 你看 所以这就是女儿的好 家伙你这有福气 这女儿将来 儿子 没人跟你有几句话 但是我都跟我妈说的 都跟爸爸说的 就我爸每次在旁边说 该我了吧 我就说 然后我爸你拿来说 爸你还好吗 还不错 好那讲完了 我好奇 比方说有了这个手机平台 你们跟父母亲的关系会有改变 我就好很多了 因为始终 至少我那个年代 你们年轻 我那个年代跟父母亲之间 还是有紧张矛盾 对 小时候严妇 总是要比较凶 那我比较不幸 我不仅有严妇 也有严母 严妇 对 那你当你家里有严妇慈母 还好 你严妇严母了 你就整个人压力非常大 所以我到长大之后呢 都不太敢跟我爸妈讲话 就讲话要么就 就像你一样 只有一句两句 要么就吵架 那有了这个呢 就反而会讲留言 对 你别说 就是我给我爸弄了一个这个 你知道吗 还有个微信 但是你知道那天 我一看 说到我爸的这个 我爸从来不会发的 那天第一次啊 我一看 发的 他说 我 点点点点 我 点点点点 你就吓得我呀 我打电话 打电话 家里电话 家里没人 家里没有人 那你 那他在医院吗 我打打 最后找我弟弟 最后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呢 我爸说 我不会打字 我学着 学着发这个微信 就弄了个我 弄了个省略号 弄个我 又弄了个省略号 我说你把你儿子吓死了 你这 你不教他录音吗 主要这是录音 那更是高科技 那不是他能掌握的 那 对 他哪能弄得明白 我这是录音吗 那我妈基本上就录几句话吗 吃饭了没啊 天气冷啊 都要穿衣服 就是这些句话 可是沟通还是比较多 以前是我打过去 给我妈妈多 可是自从我的科技以后 她知道可以有网络 就可以打那种网络电话 那因为互相有网络 例如说我在公司 她在家里面 都有网络 就不用 这个电话是基本上 没有长途电话费了吗 对 所以你已经付 哇塞 那就24小时 无限制的答案 我说妈 我们刚刚 10分钟前才讲过吗 我妈说没有 我现在又想到 要买个什么东西 你要不要再听一下 看一下 不然我现在视讯 就觉得跟我 基本上就住在一起了 你知道 你倒觉得是这样 我跟你说 这有的时候成为 人身控制的一个方法 那个女大学生 有个女大学生就讲啊 跟他妈没法弄了 就是上个大学啊 他的妈妈 就要跟他视频 通话 每天晚上 10点 必须跟女生宿舍 你在女生宿舍 然后周围看一看 看一看 有没有男同学 哎呦 我把他烦的呀 他说有的时候 我晚上回来 我在外面 没法跟他视频通话 跟我妈妈说 晚上12点 行不行 他干嘛去啊 怎么怎么 不行 这就是 哎呦 烦死 别说儿女烦啊 有时候我们老师也烦 我们因为那些小孩的家长啊 还会这样联络老师 你知道 这人收到一个 马老师 我小孩住几号房间啊 最近生病了 那拜托你 你去看一看 对 多照顾 人等等 然后气得我爆炸了 我都回 你小孩很大了 他现在跟人家上床 我也管不了 何况生病 就一句把他们挡回去 对 何况是跟我是吗 对 照顾的很好 就在旁边 不是在旁边 在前后 所以我为什么挑起这个话头呢 哎 我不见 你看我看见马云 我想起来 这个 风小刚不是得了个金马 这个影帝吗 还 风小刚 这个活动频频 你发现没有跨界 还这么晚会 什么的 弄那个双十一晚会 我就注意到呢 他从这个马云那儿 看来接受了一些互联网思维 他是说这个 我得参与一点这种事情 他说有一次跟马云 我觉得马云经常说一些金句 很有意思 他说马云跟我说 说传统经济 对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态度 有四个阶段 先是什么呢 看不见 再二个 看不起 第三个 看不懂 第四个 跟不上 然后风小刚呢 说 说对啊 我对我这个话 对我很有触动 好像对于很多新兴的导演 今天新流行的 往往有时候 我们这个传统导演呢 也会经历这么一个认识过程 你发现没有 就说这个 看视而不见 到最后 哎呦 怎么票房这么高 拍什么呢 然后看不起 这太low了 然后呢 到最后这么受欢迎 这么成功 看不懂了 到最后就跟不上了 对吧 所以他现在要跟上新时代 我就觉得 我倒把他这个话呀 做了另一个妙用 我就觉得 哎对 我们现在不喜欢听到什么不开心的事 但是这就像我们这个父母病卧在床一样 问题是世界上很多不开心的事 他也不会因为你看不见 你看不懂 他就不在哪 他就不起作用 所以我不得不就讲点不开心的事 因为你看几个照片 就是这前段时间在上海 一个对85岁的老夫妻 自杀 自杀前几天留下了这个遗书 把自己的锅呀 也送给邻居呀 然后最后就是说要走了 老伴好像在最后的岁月是瘫痪的 你看这是这个监控视频拍到的 他引起了火灾 因为他点煤气自杀 点煤气的 这就是那个老阿公了 85岁 然后你再看 就是你知道 我一看到他们讲 就说他常年 这两个人是50多岁才结婚 两个人都有儿女 其实就是个老来伴 然后呢 老伴互相照顾吧 这个床本来是摆成一个L的形状 但是发现他们的遗体的时候呢 床已经并排摆着了 而且老两口是手拉着手 那显然就是死至已绝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描写 我脑子里一下子想到一个什么画面呢 就是泰坦尼克号 铁达尼号 有一个船舱 一对老夫妻 最后 跟着小孩子那一个 就是两个人互相抱着 就是躺在床上 他们也不逃生了 就准备那样走了 我就觉得这个 而且你还可以看看 最近传出来 也是八十多 这个老伴啊 你看这个老伴啊 结婚 当年他们新婚了 五个多月 老婆就瘫痪了 然后照顾五十六年呢 整整照顾五十六年呢 就这样一个 也没有二无二无女 就这样照顾 你看多感人 就照顾五十六年 照顾的这个老伴 没有长过一次入疮 你知道吗 因为我有这个经验 我就知道这是多么的 就在家里的这个 就照顾啊 非常困难嘛 所以我们觉得很感动 我记得三年前什么 拿了那个奥西卡 其中一部欧洲片 就是讲的 老人 老先生 叫顾老太太 那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最后结局是 我没记错 是那个男的 就拿一个枕头 把老太太 很有名的电影 那个电影叫爱 翻译过来就叫爱嘛 捂住他 就是后来有没有击杀 不清楚 很难的 这是等于是说 这方面上 刚才老夫妻 我们非常佩服 非常敬佩 可是假如像电影 这样做出这样的选择 很哀乡嘛 可是我们也能理解 能够能够想象 对 所以我有时候也觉得 咱们也装一装哈 也不能就是 咱这不叫商女不知 王国恨 咱这叫商女不知父母恨 对吧 商女不知父母忧 隔江游唱后听话 是吗 就靠我们节目说点这个 江江三人行广告 之后见 咱们将论目看 你知道最近还有一个吗 在一个眉山这么一个地方 那真就儿子拔了妈妈的管子 呼吸器 妈妈是出了车祸 你就看这个乌漏偏风连夜雨的 赵氏司机是个聋哑人 他去讨钱 他爸给拉着他 这聋哑人的父亲拉着他 到处借钱就借几千块钱 可是你知道ICU 就是重症监护室 他妈妈就是基本上就是脑死亡 但是在我们国家 这个不能算死亡 他要有呼吸机 有呼吸机心跳 然后这个儿子 这个儿子就是说 据这儿子说 他说我一看见我妈妈 我就觉得这个太痛苦了 他的头肿得像脸盆那么大 甚至他说我梦见我妈妈 我妈妈就梦里跟我说 他想走 对吧 其实呢 有一个客观原因 就是这个钱 就是这个一住进重症监护室 每一天都很贵 有说三万 有说一万五 哎 您有没有体会到这种 我我的这个家人 曾经体会到这种 我跟你说 任你多有钱 在重症监护室 每天这个账单出来 比如说这个脑中风 或者什么的 在抢救的时候 可能一天八千块钱 你知道吗 就是一天八千 甚至有的人说上万 一天滑走 一天滑走 哎 这个他儿子可能是个理发的 还是个什么的 他说要养着一家七口人 他这个东西 完全没有办法呀 这就跟 我听不太懂 当然听起来非常难过 那个逻辑有点搞不懂 你说其中一个理由是钱 每天几万块 那这样他干嘛要自己动手 我就是不付啊 没钱 你不付护士就不管你了 就把你母亲推出 护士把他放在那边 他最后会有给你账单的 不是吗 不是啊 因为他最后是说 假如按照这个逻辑 说受不了那个 除了很难过 他母亲受这种苦 还有每天更难过 每天又付个三万块 那你干脆就不付了 不付了 搞不好不用你来拔管 你护士说别浪费 你就不用拔了 那不会 我听不懂 那不会 他甚至是不顾阻拦 都要把这个管子给拔掉 把呼吸机拔掉 台湾前面子有个 就是报纸的头条 是说有一个妈妈 也是他中风 然后他女儿呢 刚开始照顾他 但是他越来越严重 到最后不能自理 他的爸爸也没办法照顾他 因为老爸爸了 所以呢 这一个三十岁的女孩子 就为此辞去工作 因为那妈妈 你不能把他摆在家里 他什么都不能做 那他没有钱 他就没有钱去请看护 在台湾一个看护 大概要一两万块台币 就是不住的 然后所以他没有办法 所以那个 他就回家 就是 那一个三十岁女孩子 他说我就没有男朋友了 我没有社交生活 我什么都没有 到最后他就在 半年之间变成重度忧郁症 就他妈妈中风 他就变成重度忧郁症 每天都觉得不该该怎么办 最后他就跟他妈妈讲话 所以他们说 那个监视器画面 跟他跟警察讲的话 就把他妈妈 推到一个大排水沟那边 然后跟他妈妈讲说 妈妈我们就 就是 我们就一起吧 这样 然后他就把他推下 那妈妈坐轮椅 所以他待着要先推妈妈 因为他不可能 跟他妈妈一起下去 所以他就先推妈妈 推下去了以后 他就开始笑了 因为他说 他这辈子没有这么轻松过 就是那个moment 所以警察就 刚开始觉得 他这边冷血 后来知道 这整个故事以后 他就觉得 很难过就是你要怪他吗 然后他就跟他讲说 后来他是想自杀 但没有自杀成功 所以被警察抓到这样子 但就这个故事 我就觉得 哎呀 有时候笑顺这件事情 要是我 我也可以理 就是一个人没有钱 就是经济能力啊 你说他不照顾他 他也照顾他这么久 弄得自己也没有什么未来了 所以这个就很 社会上就还是有这种事情 对 尤其是在这个大陆啊 那个东西 要是重病人 住在这个ICU啊 家破人亡的 我跟你说 我见我见的太多了 那个半夜里 那个ICU外边 那个医生跟那个患者家属 有时候打呀 打不是说医生不救啊 医生阻止他们杀人 你知道吗 就是这医生说 你怎么这人还活着呢 他们实在撑不起 一般的规律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就是哎 多少钱我们都出 多少钱我们都出 嘿 来 这一个月 两个月 甚至是比如说 你要是植物人 最常能撑十年呢 一天几千块钱 一天几千块钱 比如说一两个月了 可能两三个礼拜 已经已经整个态度变了 我听很多人说 在内地也好 在不同地方的ICU门外面 看到儿子 对人家有玻璃嘛 还是有个玻璃门 应该看到 一直骂 骂 他那个父母亲在里面 可能躺在病床 根本听不到 就一起骂 不死 干嘛不死了 干嘛还不去了 那难过啊 你看到那个儿子 其实每一方面都难过 可是反而可能那个病人听不到 也没感觉 可是旁人看到就非常难过 所以撑了两个月 是孝子 应该表扬 我撑两天 所以我就说 这个这种医疗的问题 哎呀 就没有 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国家 所以保险之路要进来吗 保险 保险 你比如说 像是在某一种情况下 一个工作了一辈子 在一个工厂里的一个老工人吧 什么的 据我所知 他要是得了这种病 这一年报下来 好的话 能报一半 那另一半也不是普通收入的家庭 他能承受得起 所以现在真的你有时候 为什么哎 有时候就医患冲突 你知道我最近又想起一个事了 就是这个烧伤医生阿宝 这个人呢 很有很有意思 他做了两集 枪枪三人行节目 也引起很大的这个争议 好多人这个骂他 但是呢 其实我也看到很多医生给他喝彩 就是说哎 他这个 跟徐老师都有点掐起来了 就是说 这个他说出了医生的这个心理话 我是觉得吧 我是觉得就是说 这个言论的这个平台 咱们如果只有一种声音的话 也没有什么意思 对吧 你而且 比如说我们是 就算患者 我们体会的多 患者患者家属 我们不知道多少次骂过中国的这个医疗 那偶尔有一个 他是代表医生的比较极端的一个表达 他的意见 我觉得这也是个言论平台吧 对吧 有时候咱们也 但是问题就是 接下来我就发现还真是出了事了 他在这个节目里讲的时候啊 还曾经讲到过这个医患冲突啊 这个阿宝就说呀 他是北京济水潭医院的 这烧伤客 他说我碰见过啊 他说我就 他说我就跟他打 他说我是自卫 他他要是碰见袭击我 他说那那我怎么办 他说我记得他讲过这个事 结果没过多长时间 现在 说有个患者家属 把他手指都给咬断了 你看这个当然目前 我只是看到他自己单方面讲这件事情 说是呃有一个 他说有一个知识分子在他身后辱骂他 追打他 最后是紫东吗 不是 不是 知识分子 你特别强调知识分子 然后他写的 他说从急诊一直追到病房 然后呢 他就说这个 我平生头一回 这个不想做医生 就有过这个样的感触吧 然后呢 这个 但是最后 欠到很多人慰问他 他还是说这个 一路坎坷 有怨 无悔 他说自己这个 不想回忆 如何带着半断离的手指 和此生从未有过的恐慌 冲进手外科急针室 几乎声泪即吓的对医生说 兄弟快救救我的手 我们 我也让我们节目组将表示一下慰问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最近香港有个医院 你知道也出医疗事故了 打了这个 这个这个 马飞啊 还是什么呢 造成病人死亡啊 打都打了57倍 对 像一个实施的护士嘛 对对 比如香港那个 57倍的马飞 对啊 香港 对啊 最近特别几年 那个可能多报道吧 那些公立医院的 那个 蛮出不同的情况 我 一说这个 我的心很难过的 很难过 为什么 因为几年前我女儿出过一个状况嘛 肺嘛 在英国染了病 回到香港 我还记得那时候说 他病得很严重 在英国 带他坐飞机回香港 在飞机场 人家看到咳嗽 看到他不对劲 就问 好像不准他上飞机啊 那都危险啊 不准他上飞机啊 那刚好那么巧 干嘛呢 我就不晓得为什么 对 旅行社替我订飞机票的机位的时候 用了我的头衔嘛 博士嘛 Dr. Ma 什么 那个英国的航空公司职员 以为我是医生 Dr. Ma 你是doctor 我说是是是 他说那你是doctor 你判断你女儿没事吗 我说没事啊 当然没事啊 凭我的专业知识 我觉得他没事 他以为我是医生的doctor 那他才回来 给他上飞机 一路十多个钟头回来 后来呢 我因为有朋友在公立医院做医生 那我就把我女儿送去公立医院 不是想占便宜 只不过觉得说 有个我朋友很好的医生 觉得说 那个医院 那我朋友都在那边那么久 应该可以信任 那后来反正经历了一些不太愉快的 还几乎进ICU 所以每一次我一听到这三个英文字母 ICU 我整个心就跳一下 那一次蛮危险的 后来所有人朋友听到我这样说 都说你太笨了 太恐怖了 因为那个病很简单 那公立医院不表示他医生不好 可是当然他很多没有经验的 毕业就进去 另外他的药的确是不好的 因为很简单 你外面的私立医院 他给你贵的药 药还是有分便宜跟贵的 他是比较前进的先进的药 这是那个 那我女儿经历了很多的不必要的折腾 所以我现在一听到公立医院 我整个人的情绪都都都出来的 所以那个刚又听说要保险 你又那个又有保险 要那个那个 还有要医疗知识 要你自己懂 我好多朋友的小孩出状况 幸好他们爸妈都是知识分子 自己去读书馆 都是说医生随便一句 这个讲一种情况 他爸妈自己去查资料去了解 才把小孩救回来 好多这种案例 对老师知识分子 这个在阿宝的微博里 知识分子现在比较爱咬手指头 哈佛的一个教授有讲到说 如果我们现在发展到 现在的一个社会当中 我们把医疗跟那个金钱 做太大太深刻的一个结合 他说这个社会 也就没有我们所谓的一个正义 所以他还是认为这个 像欧洲的什么社会保险制度啊 这种付 你在年轻的时候付得多 然后在老的时候可以保障你的这种制度 他认为是比较公平一个制度 不然你不应该用 你看保险其实用钱买 有很多时候自己都养不活 哪有时间买保险 佑婷让我问你 因为经常碰到这个问题了 我们非常羡慕欧洲的福利 可是在欧洲 佑婷你每个月赚一万块好了 一万块欧罗 你要给了五千块 六千块政府 你愿意吗 我就是 你看马上回答不出来 我没有不愿意 因为我觉得如果这是一个制度 每一个人都这么做的话 那当然OK啊 就是这是一个制度 因为你在老的时候 这就是不就是一个 以防万一的一个制度 那你刚才刚才口气 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啊 是最能引起这个社会撕裂的这个问题 有些时候 哎 你比如说就像这个事情 我就看啊 上次这个阿宝讲 他的那个观点 可能就是比较站在医生的角度 就是说哎 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医疗价钱不是贵了 反而是便宜了 好 很多人 很多人不同意 我就看后边这个很多跟帖啊 我就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啊 真的是水火不容 而就是代表患者 代表医者这一方 而且那种啊 这种敌意之深呢 就是你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跟子东 我们跟他这个对话是吧 那比如说支持阿宝的有些医生 我就会看到他们的反应啊 他们会觉得说哎 这主持人和这嘉宾损得很呢 这句话都是给你下套的 但是阿宝怎么怎么怎么着 哎呀 我就在我说怎么说呢 我觉得人为什么要这样看人呢 对吗 我们不懂你是医生 我们有一些来自于患者本能的一些的疑问 甚至是辩论 放在一个平台上 大家可以对这个事情了解更多 可是为什么这个人都会喜欢这么 这么去看人 那还有一些防卫自己的 就这种为敌意 最终正将是最高卫人的参与 156 我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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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看到